我想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歡《大紀元》 我是長期的讀者 我覺得《大紀元》最值得我欣賞的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報導 永遠就是針對我們整個國際局勢 社會最真實的聲音 另外《大紀元》長期面對中共 各種假訊息的攻擊 然後它能夠始終堅持 它傳播事實這樣的一個信念 完全不受中國布丁蓋地的壓力 這個讓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社會中 非常要珍惜的一股清流 他們對真實的追求的這種信念 還有伊利亞 我想也是我們所有媒體 可以學習的一個榜樣 那我個人深信 這個《大紀元》的報導的內容 永遠是跟我們事實是最接近的 尤其是針對中國的各種最新的信息 在國內上我覺得就是說 我長期閱讀的經驗 感受到的就是最直接最真實的一些報導 那有這樣的提供事實的報導 讓我們對於中國的實際的內外 他的一個情勢啊 還有他的所有綜合的這一些 經濟、外交、軍事、政治 都有一個最接近這個實際的 這樣的一個了解 我對我個人來講 注意非常的大 那我也鼓勵我們所有的這個同胞們 大家真的要播出一些時間 有空看看《大紀元》的報導內容 相信對我們了解中國的實際真相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今天應該會做過的 我們有關門的 接壁 那邊我們記得 我們有關鍵有關的 我們有關鍵を 做到一個國際的 我們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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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關鍵